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Susan 以下內容取材至節目《新唐人大視野》 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文章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不斷下滑 失業人口劇增 但是 Hack王良人數卻在繼續攀升 4月25日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 從2013年到2021年 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數數量 由1億8千萬人 隨年下跌到1億7千萬人 然而 公共部門人員包括教育、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 由3,300萬人上升到約4,000萬人 佔就業人口的比重 由2013年約18%上升到23% 也就是說 最近幾年中國的就業人口持續下降 公共部門人員人數卻在大幅上升 在中國 財政公養人員氛圍、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偏愛人員、基層工作者4大類 中共國家統計局聲稱 從2008年以後 沒有對財政公養人員總數進行過統計 自由亞洲電台曾引述消息說 中共2016年曾有內部指示 在公開文章和新聞報道中不能出現 吃黃糧人口、國家和地方財政公養人口等之類的話題 北京市民宋千山說 中國的體制不一樣 黨部直接從國庫裡吸人民的血 拿老百姓的錢去養他的黨 這個是龐大的機構 這個跟搶劫是一樣的 據《經濟參考部》報道 中共財政部201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 到2009年年底 中國不包括中共中央 單單地方財政公養人口為5,392萬6,000人 含公務員編制或事業單位編制的體制內人員 除此之外 中國的准財政公養人員總數超過1,000萬 時政評論員黃克說 這些人是由財政公養的 那麼財政公養裏面有分兩種情況 一種叫存額財政撥款 比如說政府機構 這個是存額的財政撥款 好像中國的監獄 它叫部分財政撥款 就是財政差額撥款 和財政存額撥款不同 好像說監獄 它是不是有工廠? 有工廠是不是可以賺錢? 那麼國家財政 只是保你那個人員的工資 賬金就不管了 這部分就是自己創造收入來決定 好像盧教所 它有收入的來源 很多錢國家就只撥差額給它們 撥一部分 其餘的錢你自己可以去賺 所以盧教所有動力去賺錢 比如說公安局 它不是存額撥款 公安局經濟偵查單位很想去搞經濟案件 它們在裡面至少可以有20% 所以現在在經濟案件冤案層出不窮 裡面牽涉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中共的官僚系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陳健披露 截至2014年年底 中共財政實際供養人數遠遠超過6,400萬人 大陸觀察者網最近披露 2022年中國公務員數量為710萬人 參公黨群工會富聯1,300萬人 事業編制3,100萬人 再加上離職退休人員 財政供養人數超過8,000萬人 供養費用佔全國財政收入的40% 時政評論員黃克說 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 它的錢都是有限的 編制一擴張財政就承受不了 所以中國的財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越是往下面去就叫吃飯財政 人頭財政解決了人事費用 剩下其他事都不做了 沒錢做了 中共官方為什麼養活這麼多吃王糧人員呢? 北京市民宋先生說 中共需要這麼龐大的機構來管制 和監控國內這些百姓 因為整個社會是一個炸彈 隨時爆破 很多機構人員 不是直接是在維穩辦 或者是公檢法部門 而是在其他機構裡面 就暗含著這些維穩的意圖 陳欣然獲聚被校方開除的貴州大學教授 楊紹正表示 中國政權利用稅款和國資收入 公養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府社團工作人員 給社會帶來約20萬億的豪選 如果情況不改變社會最終會崩潰 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包括政府官方借貸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和政策性銀行持有的債務在內 中共政府債務去年增至156萬億元人民幣 相當於GDP的126%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偉說 我們看到現在在中國單單的地方債務 它佔GDP的佔比 在過去10年 從2012年到2021年 它增加差不多50%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快速增長的債務 它最終是由一些地方政府的債券 或者是從這些農商行和小銀行裡面遮入 所以它這個情況是中國一個債務風險的累積 高盛估計政府增加債務的負息規模 2023年將達到58,000萬億人民幣 相當於GDP的4.8% 而2009年僅為7,000萬億 相當於GDP的2.1% 彭博社報導 這個代表上還債務成本 接近2023年中共政府安排支出的15% 高過2009年的7.6% 這個將令中共政策的寬鬆空間受到限制 中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 大多數越過了財政部設置的風險預警紅線 市政評論員黃克說 現在說中國金融危機要爆發的話 一個最可能的導火線就是地方債務危機 主要就是來自 承投地方融資平台的隱性債務危機 目前各種數據預測都已經高達60萬億人民幣 路透社報導 中國目前地方政府債務巨大 達到66兆元人民幣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 面對中國的經濟現狀 彭博社說 投資人越來越擔心中國會爆發財政危機 美國南卡羅羅納大學艾恆商學院教授謝田說 中國經濟似乎已經陷入了巨大的衰退 因為隨著整個清零政策、封城政策、清零政策後遺症的出現 然後產業鏈的外移 大量的這些合資企業、外資企業撤離中國 造成中國失業人口迅速增加 所以現在看來 中國經濟的三輛馬車全面熄火 現在經濟的狀況非常嚴峻 這個我們也可以從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 看得出一些端藝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期間於 libALLY 請記得按鈴鐺 1大叫生死 convinced男 geven 1小怪兒 可以過千積